喔唷 傳說劍鬥士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來 如果你是混沌師兵的話 你的編呢 應該要藍色的才對 3 2 1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開箱 是遊戲王2月19號火速剛發售的 HC01歷史典藏包 本次的歷史典藏包 是遊戲王今年度年初的特別包 幾乎全部都是取材於遊戲王的歷代動畫 許多都是改寫是動畫的經典名場面 本次的開箱我會跟大家一邊抽卡 一邊講解一下這些卡片的由來以及設定 那平常有在開遊戲王卡包的觀眾們 都知道目前遊戲王主流的開包重點 都是在拼該系列補充包中特定的白鑽卡 但這次的歷史典藏包卻非常的不一樣 他的重點是要抽復刻的 青眼白龍 真紅眼黑龍 以及黑魔島女孩 這幾張的初代怪獸 其實至今已經出過了很多的版本 每次讓我以為美根可以復刻的時候 K色又會捲土重來而突破我的想像 本次的復刻圖片主要是來自原作漫畫 例如青眼白龍的造型 就是海馬在漫畫中 召喚出青眼白龍的名場面 這個名場面非常的有名 因為海馬在召喚出青眼白龍時 說出了非常囂張 但又意義不明的台詞 那直譯下來呢就是 很厲害吧 很帥吧 而真紅眼黑龍的卡圖在萬代版時就已經登場過 而黑魔島女孩則是取自戰鬥城市篇 遊戲與潘朵拉對戰時登場的漫畫知識 由於今天是發售的首日了 我大概有調查了一下目前的價錢以及配率 據說一盒之中有可能中到一到兩張的白鑽 但是一整箱就好像只有各一張的青眼白龍 真紅眼黑龍以及黑魔島女孩 其中目前看下來呢 白龍跟黑龍的價格是差不多的 那我的最愛黑魔島女孩就非常高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目標就是抽中黑魔島女孩 我拜託你了エナコ 比較可惜的是相較之下本次在白鑽的部分 除了加速星成龍與混沌士兵之外 大部分的卡好像都蠻低迷的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趕快抽抽看這次的HC01 本次的外包裝跟前幾年發售的PAC-1非常的像 以各式卡圖為基底搭配亮黑色的包裝 可以說是非常的有質感 比較不一樣的是相較於PAC-1 由於這次是以動畫為主 所以食用卡相較之下確實是比較少 如果能夠抽到投獎的三張 那真的是黑米豆腐啊 OK好的那我們就來我們的第一包 大家剪卡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每次剪刀剪下去都很怕剪到卡啊 直接三幅大大喔 如果說剪到普卡那還好 如果今天剪到黑魔島女孩 直接一萬塊剪掉這樣 好的那我們就來趕快看喔 青年的亞白龍 這張是海馬社 這麼快就白鑽了嗎 這我沒看錯吧 好快喔 我希望能夠抽到混沌士兵 我們直接呢先來開白鑽好了啦 如果你是混沌士兵的話 你的邊呢應該要藍色的才對 紅色 這麼快就歪了嗎 這個開場不到四分鐘就已經歪掉了是怎樣 這是什麼 這顏色不對啊 這顏色不對啊 2 1 喔 居然是神啊 靈魂充能MAX OK好那這張呢是由歐貝利斯克為主角來繪製的陷阱卡喔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歐貝利斯克他本身呢有的可以犧牲怪獸來提升自己攻擊的能力 他的第一個效果呢可以在場上有歐貝利斯克的時候犧牲兩隻怪獸來發動 破壞對手場上所有的怪獸之外呢 再給予對手4000點的傷害 好啦雖然說不是混沌士兵 但是由於我自己本身呢還蠻喜歡歐貝利斯克的 所以我覺得給過還可以 喔 珍鴻之魂啊 這張牌是以珍鴻與黑龍維基里製作出的一個相關卡喔 名字的珍鴻之魂呢是取決於戰鬥程式篇遊戲 VS被洗腦的城之內的戰鬥中 遊戲所使用的珍鴻眼黑龍 也就是大家最喜歡惡搞的火球的那場決鬥 他的卡圖是遊戲王ARK5中的4個女主角 柚子、賽瑞娜、琉璃跟琳 為什麼這個牌會叫做歌兵利樂 其實是因為這4個女主角 他們本身使用的牌組以及設定 都對應了日本的一個四字語 花鳥風月 這一張的卡名就是在暗示這4個女主角本身的設定 方程式頭目者 這以前這樣超貴的 防火牆弄暗流體的招式衍生出來的新卡 全名叫做新生電磁解析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牌呢 它的背後總共有6個顏色 分別就對應了各種屬性 那我自己本身是覺得防火牆弄真的是蠻可憐的啊 明明是主角怪 那最後還要被禁 林克利波 未來龍皇 這些都是舊卡 喔唷 決鬥學院 遊戲王GX中海馬賴人設立的主舞台 主要的目的就是培養一些職業的決鬥者 想不到是直接變成了一張場地卡 那很有趣的是喔 它的這張卡的效果呢 基本上就是分別對應了三個學院各種的顏色 雲樂夥伴攜帶的決鬥者 這張牌一看大家可能就知道是ARK5中的主角神有使 本身帶有躲避攻擊的效果 其實也是在呼應ARK5中的動作決鬥 誰這樣 喔唷 Janko Syncro 糾團一起來是不是 龍皇神話快斗vs米札艾爾的第三戰 快斗跟米札艾爾 分別都各位有一隻的傳說之龍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欸奇怪 他們決鬥的場景怎麼好像有點不像是在地球 沒錯 他們居然在月球決鬥我的老天鵝 有沒有搞錯 傳說這兩隻龍在見面的時候 就會打開新世界之門 喔唷 5DS中猶新的新王牌 其實也不算新啦 算舊的 加速同步新成龍 這張牌的卡圖意象其實是來自於加速同步時 會被紅紫色的風纏上的新成龍 喔唷 傳說劍鬥士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來 OK好這次是本次新出的混沌士兵 為什麼會叫傳說的劍鬥士 其實是取決於原作的標題 那這張牌本身有著可以搜尋儀式魔法的效果之外 如果你用通常怪獸進行儀式召喚的話 這張卡在破壞對手的怪獸時 還可以讓對手場上的卡片全部都毀到牌組裡面 為什麼會有第三條這個效果呢 其實是因為原作中 混沌士兵是由黑暗騎士蓋亞來儀式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是混沌士兵的姿勢喔 應該說是歷代混沌士兵中 姿勢最奇葩的 霸王眷龍 這張牌其實取自於遊戲王ZR中 超量召喚時會說的台詞 レベル4 二台的モンスターでオーバーレー 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 エクシス召喚 歡迎騎士團 我可以說 大家 這張牌呢 超級無敵猛 這張牌叫做騎乘決鬥加速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呢 原因是因為5DS中呢 大家打牌都不是坐著打牌 都是在騎機的時候打牌 我知道很扯 但真的就是這樣子 那這張卡名的同時 也是5DS第一話的標題 我要再說一次 K色的照卡能力真的是無人等級 這個也可以出一張牌 我老天鵝啊 我們的第二盒 應該 欸 又是白鑽 那我們直接先來開白鑽 我希望是混沌士兵 那如果不是混沌士兵的話 好像也沒有什麼辦法 來 3 3 綠色 我們來看到底綠色是什麼卡呢 基本上不是什麼好卡 3 2 1 哈哈 OK 好我是覺得這張牌設計的不錯啊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抽白鑽的話呢 我覺得不要抽這張卡比較好啊 喔唷 決鬥塔 阿爾卡 人工島 相信這張卡呢 大家應該都完全不陌生啊 他就是戰鬥城市片中的最後舞台喔 那很有趣 官方這次把他出成了一張場地卡 他的效果非常忠於原作 如果你有看動畫的人就會知道 到後面這張卡 其實他是會爆炸的 那這張卡的效果呢 就是自爆 到下個自己回合的結束階段的時候 這張卡如果還在廠上存在的話 廠上所有的卡都會全部破壞 這個太忠實原作了吧 我老天兒 Wake Up Your E-Hero 那這張卡的卡圖呢 其實是來自於遊戲王GX的ED 那原圖中呢 其實還有一個時代在中間 那官方直接把他P掉 做成一張卡 OK好的 來到我們的最後一盒 其實這個還真的好像蠻難抽的耶 就是說他的白鑽呢 是每一盒都有 沒錯 但是如果你想要抽這種 那三張卡片的話 好像真的是跟查到的配率一樣 INTO THE BLANCE 這張卡也是取自於遊戲王BLANCE中 遊作在進入VR世界中會說的話 OK好的 我們最後三包 看來這次是 男啦 尤貝爾 救急保育神 決鬥塔 OK好我們先來看到白鑽出現喔 綠的 綠的 綠的好像沒有什麼好的耶 好啦我們既然最後面是綠的話 我期望啦 是決鬥塔好不好 好來我們來看 是不是決鬥塔 歌 唉 OK好的以上就是本次 HC01歷史典長包的開箱 那其實我本身是還蠻喜歡 遊戲王的動畫 實際上以卡圖去分析的話 他每張牌都重現了許多動畫中的經典橋段 如果你是喜歡動畫檔的朋友們的 這次的卡包可以說是經典畫面蠻窄 如果你是抽一包就中了那三張卡 那你真的是天選之人啊 那也歡迎留言分享你們抽的成果 為了還有更多遊戲王相關的影片 我是綠章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